十二任总统下台后 无一性命 背叛死刑 锒铛入狱 商人最快的韩国新总统尹熙月 最美第一夫人金剑熙 是否能打破青瓦台诅咒 这就是韩国总统的办公地点 当你从远方眺望乍一看 还以为是某个帝王的陵墓 在这里待过的十二位前任韩国总统 没有一个老的好下场 流放入狱 已是幸运 有几位连小命都没帮助 那青瓦台到底有多诡异 历届前任韩国总统最有发言权 文在寅在两次竞选总统期间 都曾主动提出 要将总统俯从青瓦台搬走 这文在寅未能达到目的 或许也呼应了后来的结局 新任总统职位第二天 就有2600名韩国民众 联合举报文在寅 在推行核电政策时烂应职权 以文在寅在以往对待韩国财阀的态度 向来很难遗养天年了 纵观韩国历任总统 李承晚流亡国外 尹普善催归下被迫下台 朴正熙被枪杀 卢武炫跳崖自杀 金斗焕 卢泰宇 李明博 朴姐会 铃铛入狱 逃过一劫的金永三 金大中 儿子成了替随羊 青瓦台诅咒 亏之不如 让手握大权的韩国总统 成了全球最高危行业之一 青瓦台的地理位置 乾陵锦福宫 背靠北汉山 是业内公认的风水宝地 然而在权谋政治的加持下 风水宝地却变成了诅咒之地 有人说 历任韩国总统 虽然都有干实事的想法 可为了上位 他们其实已经不干净了 贪污 独裁 无能丑闻 充斥青瓦台 日积月累之下 那白莲花也不能出于你而回 12任总统都逃不过的青瓦台诅咒 新任韩国总统尹熙岳夫妇 能成为变数吗 抛开风水问题不谈 韩国总统之所以下场惨难 离不开韩国的检查机关权力过大 各检查机关为了刷一波存在感 拿总统下手无疑是最好选择 现任总统搞不了 那就退而求其次 搞前任总统 当初文在寅给陆宣报仇 就是靠着检查机关 搞掉了李宁博 深知韩国检查机关手腕有多厉害 文在寅上位之后就开始了谢莫杀驴 为了不让青瓦台诅咒在自己身上充演 文在寅除了要求将办公地点 搬离青瓦台外 在任期间也一直想办法削弱检查官权力 也就在这个时候 现任韩国总统尹熙岳走上了台面 尹熙岳备考九年才通过了司法考试 之后事业发展就像做了火箭 凑凑凑的往上飞 直至以最快速度成为了韩国总统 2019年尹熙岳升任韩国检查总长 恰逢文在寅正大刀阔斧改革 板着出生牛犊不怕虎的态度 迅速展开了对总统亲信的一系列调查 但碍于经验不够老道 最后被逼的主动辞职 谁也没想到的是在三个月之后 尹熙岳喊着反文斗士的口号宣布竞选韩国总统 靠着大打素人牌在国际上左右风源 尹熙岳以不到1%的得票优势竞选成功 微弱的优势说明并未深得人心 其实从尹熙岳几个月以来身边一直黑料不断 也能看得有所预感 丈母娘骗毛 夫人巡礼造假 还被爆出曾是陪酒女 早前网上一段长达7个小时的录音通话 更是将尹熙岳帮助丈夫上尉的黑幕 展露得一清二楚 而尹熙岳本人风评也没好到哪里去 这位老哥之所以被称为素人 是因为毫无政治外交经验 说白了就是个萌新 和隔壁的董王特朗普一个性质 喜欢主动到处讲事 却总是惹得一身糟 各种丑闻加深侠 尹熙岳才建立几天的耿直形象 也从长处变成了短处 即便是一直洁身字号的朴槿惠 末了也逃不过牢狱之灾 但是第一夫人金剑西行贿记者的录音 以后就够尹熙岳好好喝上一壶了 韩国总统的两个选择 一是做财阀们的代言人 二是选择站在财阀的队里面 基于前任总统文在寅对待财阀的态度 尹熙岳很难撇清与财阀的关系 如果尹熙岳以后有心干实事 必定会触碰到财阀们的利益 除非有将财阀按在地上摩擦的能力 要不然结局基本已成定局 或者说尹熙岳和财阀相处融洽 日日把酒言欢 那他的下一任 很大概率会是又一个文在寅 道实话 就是他被按在地上摩擦 抛开外界因素 回到尹熙岳本身 其尚未速度也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有一部韩国电影《王者》 讲述的就是检察官尚未识 男主的情况和尹熙岳非常相似 男主为了通过司法考试 寒窗苦读数年 好在最后成功上岸 成为检察官后走上了人生巅峰 可他成为了99%的检察官 每天干着又脏又累的琐碎小事 某天在上司的带领下 终于接触到了那1% 如果能成为这1% 全力富贵将会是首到亲来 只不过要通过一个面试 面试的内容就是利用手中职权 私自给富人开后门 男主选择了坚持内心 换来的却是无尽报复 最后连检察官的工作也丢掉了 但我们也知道 这是在演电影 那如果是在现实之中 大多数人必然是另一种选择 毕竟没有人愿意将 好不容易取得的成功断锁了 这样的剧本 不是照着影戏乐邪的吗 如果将来有人存心深疤 影戏乐的丑闻只会越来越多 想要逃过青瓦丹诅咒很难 另一方面 影戏乐的上台 无形中强化了韩国检察官的权力 影戏乐在任期间 这是他的优势 能助他披荆斩棘 可当他哪天退休了 这股力量就会将矛头对准他 历史是一个轮回 上一次是李明博 卢武炫 朴槿惠 文在寅的博弈 而未来的5年内 影戏乐是绝对的主角 可不管谁是主角 都不能如电影般闪争 即便是打得头破血流 可只要坐上了青瓦台总统办公室 就很难逃过青瓦台组成 好了 今天就先讲到这 生活美好 感谢你们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